同學我們完成喇叭鎖之後呢 我們現在 把這個 當開門呢來做一下配置 好 同樣大門完成了對不對 那我們其他的這個隔間門呢 我們使用大門的模型呢 來做一個配置 我們就不用再重畫 因為這個練習呢 重複的動作一直做是浪費時間 好 同樣你按這個 按這個塗層管理員 Layer 好 同樣塗層管理員打開之後呢 同樣我們看一下現在目前的位置就是 我們把那個 11D模型空間 空間模型的那個 圖層把他打開 有沒有 圖就變這樣 那當然他是他是凍結的狀態啊 所以他可以保護起來 那我們現在就按照那個大門入口 比如說大概像這個樣子 我們就按照大門入口呢 然後把它複製到這邊給他做一下修改 OK 再依序複製到各個 空間的門 去做修改 好 那這個很簡單 首先因為我們這個門是不是 我們點他 他是不是 之前有群組過對不對 可是因為零塗層是暫時放的嘛 所以這些模型 如果你在 你如果沒有做塗層管理 等下複製的會一大堆 所以我們先選 這個物件之後 我們這個 拖曳 把整個選起來 這一段 選起來 然後你把它拖曳到 這裡有一個 這個 003 那個 CD門的元件模型 你把它拖到這邊管理 所以我們零塗層都是 一些雜物就是 一些 放樣線嘛 所以放在這裡 那就左鍵按住放拖曳 然後對準他 放開 有沒有把他放在這邊管理 這樣比較清楚 因為你如果把他關閉 他就隱藏 OK 然後這個把手 這個把手 你其實可以給他命名 我們現在把手好像只有 只有一邊嘛 對不對 好 沒關係給他命名 我們就點他 這個如果你要確定有沒有選到 他的這個物件呢 你可以把這個EdgyFast 就是邊面模式打開 這樣比較清楚 然後Ctrl按著在選這個 TranferBox OK 然後他們就 他們就給他命名 因為這個 沒有命名不知道是誰 所以慢慢滑鼠右鍵 你選起來之後呢 對著圖層按右鍵 他有一個叫Rename 就更名的意思 Rename 他就點他 然後這個 BestName就是他的這個基礎名稱 你就給他寫 這個大門把手 OK 好 這非常簡單 然後你 這個 Number打開 好 那基礎 基礎的號碼 從1號開始 1跟2 當然你要從0也可以 然後Rename 有沒有 這就OK了 然後這個字你也可以把他 右鍵給他複製 Copy 為什麼 因為我們等一下建立群組呢 就可以把他貼上 所以 這時候你選取狀態之下 按Groo 然後選Groo 群組命令 在GrooName Ctrl V貼上 也可以 所以我用右鍵 這個PASS貼上 然後這個地方打 組合 OK 好啦 還是那句話 如果同學覺得 那個組合常打 你可以打 A SSM EMBRY Assembly Assembly有組合的意思 或打 ASM你可以 SSM 然後按OK 然後這個組在一起 因為這個大門把手 屬於門的模型之一嘛 所以你按著他不放了 把它拖到 門的元件 這樣就比較 比較 明白了 看這些都放門的東西 那我們凝土層還有什麼 看我們看 我們當初這個地方是不是 我先把 我先把那個模型空間隙隱藏 你這不是一個喇叭鎖的 的這個模型嗎 然後 放樣之後你看 你放樣之後 他的這個 物件呢 他是Laser 對不對 OK 假設你沒有在編輯 就先以他為主好了 可是他的原始的名稱是LINE001 因為我們當初是用線去回轉成型 去做車銷 所以你給他命名 反正只有一個的話 只有一個的話直接在那邊改名字就可以了 你就選到他 在編修面板的上面了 選起來 他就打那個單開門喇叭鎖 就是 這個 單開門 喇叭鎖 或者寫鎖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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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鎖 好OK那他本身只有一個就不用群組除非你有你有做其他的那個 主力好就是你有把組裝他才群組 那樣他是根本有關嗎所以你把拖到這邊來 對著這個圖層放開 對著這個圖層放開他就放在這裡了 OK 然後這兩個應該是放樣線了 就當初我們在 做 我們看一下 底下這個 老先把拉出來好了 我現在選到 他跟他嘛 Ctrl按著 你把拉出來 好那這個 他是一個放樣線的位置 OK那你如果不需要你可以把它刪掉 就是你如果覺得這個你現在用不到你可以把它刪掉 好那 嗯 那我先先留著好了因為 後半段我們再看 哪個地方需要使用 OK 他應該放在 看一下這把放大 這裡 就這個一些雜物線了 好那我看這個 跟這個 好了那這兩個 這兩個現在用不到不然把它刪好了所以 所以你直接選到他按底的鍵 把刪掉 那我們要是這兩個因為這這雜線嗎他雜線那雜線這個地方 呃 看要不要命名我就沒有命了因為這個隨時都會改 OK好那雜物區的把它關掉 像這樣這樣就很簡單 好OK 他那現在的這個我們需要一組 當開門 然後我們當開門的把手 這大門把手已經處理了因為這大門把手其實內外都有 事實上如果你做室內設計只有 有裡面往外看的話呢 就做一邊就好了 但是我們現在就是兩邊都做 好我先把那個3D模型的 把它隱藏 然後回到上市圖 回到上市圖 這裡 近色 OK 你可以選這個MIRROR命令啦就就就選他 先選物件喔 然後選MIRROR 然後這地方就是因為左右近色的 你用X軸 他對是X軸 所以你按MIRROR X 你用X 然後因為兩邊對稱所以你可以把它選擇Instant 就就是兩邊對稱之後然後他又 關聯嘛 OK好就關聯之後複製 好所以你用X然後選Instance 這樣這樣兩邊對稱 好 OK 然後OK之後你可以用Obset去 拖曳啊就這邊可以按著他 你可以對這個 往上拉 然後超出這個 螢幕 好大概這樣就可以 或者說你這樣OK然後移動命去推都可以 因為我們這個 東西比較比較短了所以他我就直接這樣拉就好按OK 當然微調的話你可以放大然後再微調這個都很簡單啦 可以試看看他就把它吃進去喔吃到這個 板內喔大概像這樣 OK 好那你做完之後你會產生 這一組嘛對這一組先這樣做 好但是我們那個隔 室內隔間門呢是不是用同樣的構造去改對不對 好那你很簡單 你就把 這個門的群組呢把它選起來我們給他複製一個 好啊這就是蓄軟組放 給他複製一組出來 放開 那你要關聯嗎不要關聯喔為什麼因為我們待會 因為大門他比較大嘛100公分他的門寬100公分那其他是大概是門寬90或80 所以你不能用Instant Instant的話那你這個改他都跟著變 所以你用Copy Copy就是 兩邊的這個物件是不關聯的 好所以我們把它複製完畢之後選一個Copy OK那這個 名字可以把它改掉 你把它改什麼改那個 這個單開門 或者室內隔間門都可以就看你的名稱 比如說 我選 我選這個室內單開門好了 或者室內隔間門都可以 好 然後他是個群組物件嗎組合 按OK OK但是 他裡面的名字呢 他他你他他這個 他我們這群組改對不對 可是裡面的名字沒有改 OK 所以他你這裡啊你你必須open group 打開群組啊 打開群組然後打開群組之後你可以選這裡的 物件啊 他一把他選起來 八卦這個OK這段選起來那選起來之後他也請你 把他名字改掉這樣才不會亂不然他都一大堆大門模型的 按右鍵 然後選rename 不過講真的啦他如果你在 感圖的時候你是不會管這麼多字 你就一直複製複製一直改但是你要弄清楚 你在做什麼 所以如果說你在感圖的時候你乾脆把這個 模型的名稱 那取一個 好比如說單開門這樣就好了 不用特別說指名他是大門還是室內隔間門不用 因為你沒時間去改名字 沒時間改名字的話 你可以用dor或是說選單開門這樣可以 好那我要rename 然後rename這個地方就打 室內 這個單開門 OK 好 那 這裡呢 按他 然後這個按1 這樣也可以 OK 這個不用再打群組名字所以就按確定 然後這個地方群組內就是室內單開門 好這樣應該OK啦 OK 好那這個是一個組合 好了那你你做完之後你就點他給他 Close OK 把它拉出來 那這是喇叭鎖對不對 那喇叭鎖我們這個 先把推過來 其實喇叭鎖也可以跟這個群組啊 只不過我們現在還沒還沒調好所以 先把分開 OK 好那如果OK沒問題了 那我們接下來就是把 這個 打開 3D空間的強助模型把打開 打開圖就變這樣對不對 OK那我們不是有這一組嗎 好 那我們就先處理 第一個 赤臥室 好這個隔間 那門他是往 牆壁開的 如果你不太確定的話 你可以 去開啟 這個CAT2D 參考圖檔你把他打開 這個這個應該是有看一下這個當初是 那我們參考圖檔沒有匯入啊 好沒關係 我們待會再匯入啊 這個因為我們當初是把那個強助模型匯入之後呢去去把這個 結構體把它 把它擠出嘛對然後編輯 所以我們那個平面圖就沒有再匯入一次了沒關係他是我們先往 往這個地方開了 所以喇叭鎖應該是在這裡 這裡 OK那很簡單 那我們就點他 先 這個 回到上市組去把對位然後再調整他的高度 所以LT按這按W 然後 然後點TubView 把它放大 然後我們點這個 你按 SY平面移動了把它拉過來 拉這裡 把它對好 當然如果說你這能趕時間你可以按這個縮方命令呢 你看按這個 這個這個比例啊比例 SCALE就是SELECT and SCALE這個 這個指令 那你可以直接這樣子拉 只要吃進去就好了 OK但是呢 我們這樣做 這個 不是很精準的 因為拉的話他會變形嘛 但是你如果沒時間就這樣拉比較快 這樣 就是這樣推然後再移動把它 把它搬到上位置 OK然後再按這個 比例然後在EXO這樣壓 所以你如果真的沒時間你可以 你可以這樣做 可以這樣做 OK好那我現在回到上一步 我們還是照著調 OK那你就先 先把它調整到 這個 置中位置 大概這個位置 好 那沒有問題的話 團員我們就 這個 按 Open Group 打開群組去 去調整內部 所以點它 OK好 晃一下 團員 那這個 門框啊一樣啊 我們就點點這裡 按 裡面按Vertes 好那就是這樣框起來選這個點 這樣拉 如果你覺得這個點實在是 太小看不清楚 其實這樣是夠用的 如果你覺得看不清楚 沒有安全感 你可以去改 你可以去按這個 Cosmine 然後選擇 Preference 就篇號設定 制定的篇號設定 從這裡 Cosmine 下次選擇 Preference Preference 篇號設定 然後裡面呢 有一個叫做 ViewPose 就是所謂的這個 四步 團員那四步的標籤底下 他有一個 修 這個 Vertes 那個 那個Size 團員你可以從這邊改 那比如說 把打4好了 可是你如果是 這打太大 團員你那個點會非常大 反而你的圖 複雜的時候會造成你的困擾 隨著你的大家 看你要怎麼做 那我那用4 按OK 你看點都變得比較大了 OK 好那我把它選起來 團員一口氣選 因為他門框都是一樣 所以你一口氣要把門框都選起來 然後往這裡推 這大概磁進去 這樣就可以 吃到牆壁裡面 像這個一樣 把它圈起來 有沒有就像這樣 OK那門的部分呢 團員你看你要不要改 因為反正他已經磁進去了 就看不見就可以了 OK 好 再來是他的 寬度 所以你可以選這裡 然後稍微退一下 因為我們大門比較大吧 所以我們這個 室內隔間門呢 就 就當開門的部分 可以稍微調 這個其實要對工程圖啦 只是說我們先照照鏈 好 那這個當然如果門板如果你要改的話 你可以點這個按 Vertes 好一樣喔 這些要把它 吃進去吃到門框裡面 像這樣 OK好像像這樣 好 然後再來是線板對不對 團員線板當然 就是我講的是這個線板 線板你要調的話就是 按 Vertes Vertes 就一樣選一組喔 團員那我們就稍微 說一下 因為他關聯嘛 所以你調一邊就可以 團員我們大概說一下 到這邊選起來 這樣說一下 團員就大概 平衡看看這裡跟這裡的距離 OK 好 接下來我們調高度 所以高度你 你LT按讚W的回來 那是不是到這裡 像把 看3D的畫面有沒有 好那我們這個高度好像沒變 沒變就不用不用做了 如果他 他這個地方 高度的比較低那就往往下 比如說我們那個 這個衛浴空間的話 他高度有不一致你可以往下 好 Edgy Fest 開 然後再來就是把那個喇叭呢 把喇叭鎖法放進來點這裡 團員回到上置圖 然後你把它推到這裡 OK 把它放在門板上面了 他這邊就大家自己 練習啊 把它放在上面 OK 很簡單吧就像這樣 好我們先看一下整體的高度對不對 團員再回到這裡來 好他說這82對不對 團員你可以給他一個高度 比如說圈起來 我們這個Z軸 你用 移動命令啦 選到這個 喇叭鎖 然後去調整他的Z軸 好團員那我們就做 大約 這個 我的卷尺沒有去量 沒關係團員我們用100 100 100 先100好了 OK好像這樣啊 或者100 110也可以啦 團員就自己自己挑一個高度來調 好 然後接下來團員我給他 兩邊對稱金色嘛 所以你按這個MIRROR金色 那一樣哦 X軸 因為他是這個上市圖 就是我們上市圖左右嘛 所以X軸 在Clone Selection 你用那個 這個Instance OK好就X軸對Instance 然後OK 好當然這個 這個Obset你可以 你可以直接 這樣子 推啊就 往上拉 然後讓他吃到吃到這個 裡面啊 所以這個Obset往上推 大概像這樣 OK那你可以按OK 現在OK 然後再放大 他還要移動命令 X軸這樣微調 就持進去 OK嗎 那我們就把這個 做出來了嘛 你如果這個喇叭鎖 喇叭鎖這個模型呢 希望能夠在同一個群組之內 那你要合併群組 好沒關係團員你先把這一段做到這裡 那我們等一下繼續編輯